有人喊我 开个门 哎呦 你们好啊 来自哪里啊 啊 啊 说说的啊 哎呦 妈咪不叫啊 妈咪不叫 我给你开门啊 我忙着 王子的 你给我去判那个 啊 你快快快快快在这儿做 啊 当时 您说我就明白了 那个坐那边坐那边 我 啊 对 当时是咋回事 是咱也没见过面 你说网上看到这个 网上看到一个房子 是吧 你们觉得挺满意 后来你们这个委托我帮我拍一下 我就去拍了 还认识了一个东西 应该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吧 是吧 上次买的房子满意吗 啊 挺满意 我们昨天刚来的 昨天刚来啊 一年多了 买了一年多都没来 对 没来一次都没来用 你们太厉害了 就是说 你们就是说 没来这个地方 没来没来 通过网上看了以后 订的房子 对对 然后呢 找到中介帮你把手续办了 对对 然后 然后 对对对 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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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房子我看确实不错 那个台确实很大 对对对 你还有印象呢 对呀 我没说这个事 我就有印象 对对对 一个大露台 180个大露台 对呀 厉害的 这样房子的确也再不好找 就是呀 我以前呢 也送过你了 从你没有云滩这个视频 以前的视频我就看了 每集都看了 我本来就像养老 在城市里实在是 还有污染大得不得了 污染大 污染污染 人太多了 太多了 集加率连门都不敢出 我们住在古城区 要是你出去的话就回不来了 人多到这种程度 人家都说是苏州杭州人见天堂 现在这个天堂也不太好待了 都是人几人 都是 昨天前天人多的 真的是他们 我也看了个短视频 他那个人是三堂阶段 他说我早上出来以后回不了家了 怎么还挤不进去 这么严重 是厉害的 所以说就想找一个亲近的地方 我上个月退休了 刚退休 哦 六零后 六零后 现在就一块过来了 女士一般退休早一点 我们是压大的 我知道女士一般退休早一点 早了十年 早十年 怎么样 这来了以后看了 昨天刚到 空气间完全就不一样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是吧 听到以后过来 这个感觉就不一样 你们坐着高铁 自驾过来的 开了12个小时 12个小时 哦 对对对 都是人 因为咱们这边南方的人也不少 南方的人也不少 他们有的时候自驾 坐高铁 你到了银滩 你到微海过来也不方便 也不方便 我看前 前半个月 有一个上海的一个网友 他也是 为了方便嘛 到了微海 坐高铁到了微海 然后租了辆车 租了辆车 对对 然后在银滩办了几天事 也是个办法 买了一套房子 来了就直接买 还是前面 他前面也那个 他看了我发了个视频 有沟通过的 我看了个发了个视频以后呢 他就 他就睡不着觉了 因为之前我们 沟通过好几次 他睡不着觉了 他说他很激动 就就过来了 过来以后再考察了一下 结果就买了 哈哈哈 我自家过来 我到了银滩 我到微海租车 也不怎么方便 虽然这样 你要时间短还行 你时间长 他说租车吧 其实也不贵一天的费用 一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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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百二嘛 多少钱 对对对 你但是你要在这个银滩 常呆的话 你租的时间长的话 这个费用就高了 就是自下来方便 自上没自上想到呢 啊 银滩这个地方 确实是 没个车辆还真还不太方便 真不怎么方便 因为 虽然这个各个小区附近 都有一些集 都有一些超市 等会我们去看 改个集了 哦 今天不知道是什么集 回头跟你们 帮你们看一下 公家公家集 今天你都考察了 对对对 那公家集是银滩最大的集了 不是公家庄 是公家集 公家集 公家集和公家庄 是一个地方吗 很近 他们俩很近 距离也就是百十米 小微的那个 哦对 小微拍的很多的便名的一些 经常拍集的 对对对 这样大家看看便名的 昨天我爱人特意问了一下 今天什么集 哦 你问我我还不清楚 我要不查 昨天公家庄 昨天公家庄啊 今天公家集 公家集 坐在那块的地方的话 是五天三个集 十天六个集 哦 那就是生活最方便了 是是是 你们是万豪的是吧 万豪 万豪那个地方 其实也很方便 万豪旁边就不远处 就有一个呃 银龙湾这个夜市吧 夜市 每天下午都有 对对对对 就规模没有集市大而已 他是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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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是从下午开始 到天黑以后就差不多就 这两天可能差一些 前两天那个五一啊 五一这个五一前 现在五一刚向人 基本上人都回去了 对 今天往回走了 今天基本上早上就差不多 今天早上大朋友 有的昨天晚上就走了 对对对对 那我我我还在待 再待两天 还还回去 嗯 要来就多待几天吧 多多看看 是的 对 他还在上班呢 还在上班 对 又反聘了 关键是这个是 关键 主要是他老妈还在 啊照顾老人 还是老人 对 那个相当于 我看一是三楼吧 是吧 还是二楼啊 二楼半 对二楼半 然后从窗户 老人接过来 不是方不方便 不是 哦 对不方便了 就是方便 本来他说要是好走的话 哦对 在这里空气 空气多好 因为这里有些这个 业主啊 带着90多岁老人 在这生活 对 他起到延年易受的作用 对我感觉你看 我本来的鼻子 严重就不得了 你一来就感觉 我今天早上就感觉 哎呦 那个舒服的了 那个感觉啊 嗯 所以我出门就不是说 有运行的戴口罩 我平时 我们习惯了 习惯了戴口罩 习惯给戴口罩啊 习惯给戴口罩啊 现在不用戴口罩 不用戴啊 但是我 我花粉过敏 啊 花粉过敏啊 洋花了以后 对对对对 所以我 我带 从哪都戴口罩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这一说我就说去想 因为这个你们这个 你们这个事吧 我在我脑子印象很深 因为一个 第一个就是说 找我来帮着看看 呃这个情况啊 因为 毕竟找了中介 有点还是有点 心里还有点打鼓 其实我跟那个中介 也不认识 你们说了以后呢 我就去以后他在等着 你们约好的吗 哎 结果去以后 一个蛮负责的 她是内蒙级的一个女 一个女孩 然后后来我们也认识了 觉得那人确实做事还是挺不错的 呃 做事做的好 人家也诚信 所以他生意也好 我等会下午 我抽空 也去谢谢 谢谢他 bạn 很懂改 以后我来到银滩来了 我们就经常就可以 对可以经常交流 对对对 今天过来交流 了解了你们为什么 想着银滩买房子 就是因为空气 我怎么过来看中了就买呢 我以前看中 你们这里就是那个 一吃完的那个小红 买的前面的那个洋房嘛 洋房 小方 小方对 小方对 我以前 他买的前面我看中的 哦 你看中了 我看中了好几套 就是我 现在想买 这就是一排嘛 就是啊 拿不定主意啊 过来我 三千货 我跟他说 那卡子没了 对 那个就是我们小区 这个前面的一排 所谓洋房吧 对 一百二十七平 对对对 在两年前 基本上都是没卖掉 都是空着的 我看在 就这两年 哗哗哗都卖掉了 七三二万嘛 他买的时候是 其实 七十四万买的 后来他卖的时候呢 他是要就是说 因为他又 他又买了个别墅 对对对 他又买了个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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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自己 我们你的那个 你那个版本 我每天都看着 对对 后来也卖掉了 后来一个北京 后来是买个别墅去了 他买别墅 后那房子很快就出掉了 就是他自己也重新做了 做了那个维打 做了绿化 做了硬化那个地 不不不那个没有那个没有 他家没有 他家院子都没搞 就是他添加了一些空调而已 做了三个好空调 好空调 对对对 对对对 对对于你们那时候你们都买完房子了 没买 那时候...后来是...后来买了 不...你们已经买上房主以后 他们才卖的 对对对对 对对对 他们因为 remembering 你们买...你们买的时候 它...它前后脚吧 对对...如果我们没买 我们就把他那个房子然后买 D 对对 但是我们已经买好了 买好了对对对 一开始就已经看得他那个房子了 一開始就已经看到是 har 看好那个房子了对对 但是plin 了三天以后就下嫁了 嗯 不看...没有了 他说是报价多少钱在网上报价 他那时候报价是72万 72万 他买的是74万买的 对对对 那就看 所以这个行情没办法 他是来了以后就三天 就是连去带走三天 就是接着就定下来了 所以说其实买的有点高 对对对 房子倒是在中日的马杂没有 该出手还是要出手 对一犹豫的话好多房子 就是你看这个房子 觉得不错有演员了 你就把它买下来就行了 如果说你想再等等看看再降降价 也许就卖给别人了 这种情况 就三天三天以后准备 还在犹豫还在徘徊犹豫 好没有了下架了 下架了对对 小方小方小方对对对对 来河北衡水的 对对对 所以你这个视频我们经常看 还进军了小方了 对对对春天呀 对对还有彩虹啊 无稽的彩虹 地瓜呀对无稽的彩虹 对对对 我们这些经常玩的人的名字都知道了 你们刚才很了解这边 是是是是是 谢谢你叫沙云出去了 我们家沙云还没过来 那那你五月一没回老家 都没回去 我们联系两年,两个村节都在这 村下去东 就是那个什么,中间回去过两次 但是那个很短 所以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你几栋 我一看你那个车子,有个大娃子 因为上次我看见你是小区议委会边上 有个篮球场的 我先看见议委会的直播,看见篮球场 又看见你车子了 还摸到了,我正好坐在那弄手机 我也不知道你几栋 我一看见大娃子车子 我们出去看,吃得早一点你肯定没出去 说不定没出去,因为你也是大麻烈 昨天一大早就出去,来亲戚了 昨天我不是看见你们村里面有个新人结婚吗 是昨天,出门之前听的便包声很醒 咋回事,然后也不知道咋回事 后来人家说结婚,我们就赶紧跑到这家街 给新娘,他们在这买的房子 当地的一个很有作为的一个女青年 青年才俊吧 他们好像是做农业师范领头人 我看威海市给他发的证书 很有成就的一个,是搞母丽的 今天刚刚,就是刚刚还加我微信了 那个新娘,我是那个新娘 谢谢我 昨天我看见你那个,对 我昨天我就把它发出信了 我说这个有时效性的 有时效性的我就发的扫 这样没时效性的我就往后拖一拖 我今天才想要把一个拍了半个多月的一个片子 我给压,或者是十天前一个片子 一直没发,突然发现了 赶紧进行赏给发出去了 压片子 这个小黑就是前两天那个小小的狗 对,这个小黑,对 小黑,对 他知道现在还可以吧 刚刚给他喂了点牛奶和鸡蛋黄 给他和他一起 他想外外跑 对 哎呀